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介绍这台脚钢车 这个脚钢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组件 就是轮子 我们从轮子开始介绍 这个是我在2013年发明的 申请专利的 这个轮子可以很简单的跟这个脚钢 连结在一起的一个装置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点 它是怎么组装的 市面上有一些是经过改良的 有些idea是从这个开始 通常在市售的话 通常只有一片而已 很容易变形 很容易歪掉 今天在使用这个东西 这边是完全焊接 是有一个长度的 有一个长度 让这个 不会从这边折掉 在装的时候呢 这是原先的柱子 柱子这个地方 要砍入去这个地方 所以砍进去 会让这个铁片跟这个 脚钢完全贴合在一起 这边会留两个洞 是为了可以装 这个横杆 装起来就像这个样子 这两个洞 空出来 砍进去的时候 然后 脖子 抖起来 炒外 好 抖起来 关键点就是这个地方 脚钢一定要插入 插入这个段叉里面 插入进去之后 只要锁这两颗螺丝 整个轮子结构就非常的强 那横杆通常会装在这个位置 装在上面的时候 很容易从这边折断 所以理想的位置 是装在这个地方 好 就像这个样子 然后这有刹车 解刹车 解刹车 刚刚介绍的轮子 那种轮子呢 会用在这个 这个安逸上面 左右两边呢 装上折叠板 拍掉之后 靠这个轮子 就很容易移动它 它后面我们选择的脚钢是比较高 它高了一二三四五 高了五口 避免一些东西 往后倒下去 就像它可以 顶住这个 螢幕 让螢幕不会往后起倒 这个 玩一个洞 可以穿过滑鼠 上面铺的这一片 是防徑垫的桌面 然后 这里我们装了 抽屉 这边有洞 可以穿这个 穿线过去 没有用这个的话 有时候可以用线孔盖 摺链板 翻开 放下的时候 手边要这两个地方 要碰到 两个地方碰到 再抬起来 压下去 压下去 放下来 这样子 折起来的时候 手不要在这边 可以夹到 睡到地位之后 开完之后 那我们的空间就变得非常大了 这个 这个力量 能受50公斤 没有问题 这个的尺寸 高度到这边是 80公分 这边 两尺 60公分 这边 这边 也是 应该是 62公分 然后这边 30公分 但是我们注意 装轮子的时候 这个轮子 它会超出去 轮子 这个地方 会超出去 多了才5公分 如果说你在 要路到的地方 比较小 要再注意 加上这边的 这边的距离 那我们试推一下这个轮子 这个轮子呢 四个都是活动的 那你很容易方便 你要怎么推就怎么推 我们可以推动它 好 推到定位之后 我们可以把 抬下去 这样 就完成刹车的工作 这样就不会移动了 把轮子转到里面 那要移动的时候 好 推开 过往呢 我常常要搬这个东西 一下搬这个 然后又要搬这个 然后要这样子 现在不用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台上面 今天要到哪边去作业 就到哪边去作业 电脑推着走 但是电源要把电脑 好 你要移动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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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